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出来释放电讯 现在说他们的懂作当年曾经喊出一句话 这位吴彦宏他当年曾经集结自己台大同学说 他们用简单的电话语音调查系统 就可以知道这家是挺蓝的还是挺绿的 波及哥就讲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能够受到新潮流的信任绝非偶然 绝对是个人才 其实现在在道出这么一件事情的 巧心又面临了另外的一些质疑 包括有人就在节目上头 也就是这一位郭喜前海军顾问 跳出来说 徐晓星应该是有拿潜见业者的百万现金的 还说这个是在财报里面没有的 徐晓星马上讲了 你要这样讲得这么清楚很好 感谢你给我被动收入 因为我一定会提告 其实现在在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开始在思考 民进党他们现在是想要跟大家来说理吗 原因是因为刚刚包括辉文哥也提到了 21号这个负义案 今天卓龙台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有信心一定会过关 不过邱毅盈讲的还是比较直接 说你这个跟我的判断不一样 因为他觉得国民党不会良心坏 好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真的要提负义的话 现在是已经提了 那要对决 那刘云龙老师的讲法就是 你这个做法就等于是跟国会硬杆 他觉得说你现在位置 这个换句台语话来说 你的卡串哥要不要择手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来跟人家对干 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甚至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Chart DPP 目前来说在网络上面大家一直在试 甚至还有人真的就去问 国会改革是不是符合程序正义 这个是国民党的立委陈金辉 结果他说不问还好 一问吓一跳 因为Chart DPP告诉他说 这个确实就是符合程序正义 有完整合法的法案审议程序 尊重法案审查 民意期待 跟民进党讲的完全不一样 还是AI科技 真的比较忠于人性 到现在为止 现在的这一些立法院所发生的事件 大家开始思考了 跟我们期待的这个新国会 是一样的吗 跟民进党先前说的 国会改革他们的那个愿景 是一样的吗 还是现在的民进党 我们就看到这个总招 柯建民 被发现说检举抽烟的时候 他先问跟记者讲 你不要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再说该罚就罚 那个感觉是什么 那个感觉就很像是说 要罚就罚了 真好利就好 这个是一般小老百姓 有办法做到的吗 一般小老百姓其实现在在国会里面 最想知道的就是那些不法的法案 到底现在能不能够获得真正的解答 超私案件 黄国昌现在去问到农业部 结果农业部讲了那么久 才发现说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跟超私签契约 所以大家要问 如果说当时买了2500万颗 但是没签合约 但有付他钱 这个真的符合程序吗 大家也要问 如果当时超私靠的是一家美容保养品生技公司 进鸡蛋 那到底这个符合程序吗 这一些农业部长现在告诉我们了 好像内部调查之后有一点点问题 我们现在确实有发现有一些些的疑问 那这些疑问先前真的都不知道吗 回过头请教亮哥了 您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 现在在整个格局 整个政局的布局上面 大家开始在说 好像以往那个很熟悉的感觉 又回来了 赖清德的信赖之友 又再一次畏惧高位 不过这也没什么 因为他赢了 所以他用他自己的人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 就看他未来 是不是会做出配合监控 给予大数据演算协助的这种事情 那个才是重点 这个当然也要靠在野党 是不是有办法努力监督 找到四方电信的其他资料 因为到目前你只能够说 吴彦宏跟新潮流很熟 跟宏其昌很熟 总统府还反驳说不是跟赖清德 是跟宏其昌很熟 没错 可是你到此为止 你也不能够证明 吴彦宏做了什么事 或者是机房贷管 那有没有配合做一些演算 这个我觉得恐怕 真的是需要内部的吹哨人 才有办法进一步 这个事情会有进一步的进展 不过许小新这样的爆料 是比较好的方向 所以你不要查王毅川一个人 而是去查协助的电信机构 可能是谁 那这样子就方便大家来努力 帮大家帮许小新找资料 就是这样 那这个卓龙泰 实际上邱毅宏是比较实际的 就是你明明就不会过 你为什么一定要提呢 实际上游英龙也是类似的看法 所以你明知道复议不会过 那你为什么要表态 那直接交视线不就好了 因为你本来如果直接交视线 那就是司法来跟立法对抗 结果你现在把行政院也弄进来了 而且行政院提复议 他还去请示赖清德 所以也把总统扯进来了 所以这个就宪法来讲 就等于就是总统跟行政 跟立法的直接对抗 这非常明显的 所以当然游英龙他就会担心 说接下来赖清德会好做吗 坦白说 我从赖清德做到今天 所讲的话 做的事情 我完全看不出来 他有要跟在野党好好讨论事情的样子 所以搞不好激烈对抗就是他的原意 所以游英龙是比较宅心仁厚 可是赖清德就决定 一路斗到2028 也许他本来这个正是他所期待的 来请教一下汉妮怎么看 先说一下资策会董事长 前智威科技的董事长 这叫什么呢 又分享了一支民进党概念股 大家请看智威科技 三个月以来 就是他的股价从110涨到现在的161 当然可能是公司本身经营的还不错 那到底有没有跟黄仲敏有关 不得而知 只不过先前 像是我们的经济部长 对吧 他的前公司 崇岳也是属于一支叫做民进党概念股 那么前半年以来 也是一样一路狂飙 到目前为止继续涨 继续涨 所以我们就敬请期待 包含很多民进党的人士 就是卸任了 退休之后 担任某某公司的什么读懂 懂作 这些也都是相关的民进党概念股 大家仅供参考 当然投资理财 有赚有赔 谨小胜微 本人只是仅供参考 再来一个 我们看到 这个郭喜 竟然这种人还可以继续的 在媒体上大放厥词 大言不惭 也真是台湾媒体界 没有节操的证明之一 他到现在为止 过去录音档的疑点 他也从来没有解释过 他当时不是还吞吞吐吐吗 大家忘记了 就在录音档里面最夸张的是 他亲口坦诚 我们所谓潜见国造 找了两个外国团体 他自己都说 这两个外国团体资格不够 就是来诈骗的 然后找了一个翻译小强 来当人头公司 来跟我们的潜见国造 来要钱 这种人到目前为止 他的罪行 他的罪责 都还没有任何的判定 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 竟然还能够继续夸夸其谈 好像装成一副正义人事 这不是台湾道德沦丧 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吗 至于他所指控 巧新的内容 听起来也不太合理 就是说潜见业者 为什么要拿钱给徐晓星呢 徐晓星不是就是在 打潜见国造的议题吗 这些业者是说我给你钱 希望你放过我 是这个意思吗 可是巧新上来之后 仍然在追潜见国造的议题 他没有放过 而第二个是 如果有所谓的业者 要去贿赂的话 难道不应该是要去贿赂那些 比较支持潜见国造的 民进党人士吗 请教一下惠文哥怎么样来看 这个爆料是看不出来 有什么样的积极的证据 不过敢这样子讲 这个也蛮奇怪的 因为他说这个徐晓星收一百万 这个对军火 对这种东西有一个 这个初步了解的人 没有人在收台币的 这一百万台币 就过去看识喊 这就潜见这种东西 如果徐晓星 只有收一百万台币 为你骂他 人家都收美金 你收台币 你识喊 这个算是新闻自由 还是言论自由 我也不晓得 我请问友台的节目 你有删定查证的责任吗 这如果是中天又准备吃罚单 你在三立讲这样就没事 这样去上三立的节目 这个NCC会管吗 还是就不管 刚刚提到这个弊案 到底是立委查弊案 还是检察官查弊案 这官方朋友 这个就是违宪的地方 我知道检察官都没有在查 可是你不能因为检察官没有查弊案 你就叫立委去查 这个国家就乱 怎么能因为检察官不查 我们立委来查 你也好了 对不对 但你们有个很奇怪的地方是说 赖清德职证去查蔡英文的弊案 你们怎么会做这种错误的认知呢 所以像黄国昌这些都是 浪费时间在脱台前 赖清德职证我们来查 蔡英文的弊案 你们是在想什么 也难怪柯建民 剖文之后柯建民会把他删掉 蔡总统的三个叮咛我们给他删掉 不能让赖清德不高兴 我们记者去问柯建民 不要为难我好不好 柯建民也会扣 贾君这么派 人家问他这个 你为什么要删文 为什么要把这个三个叮咛给他删掉 不是没有原因的 怎么可以让蔡总统不高兴 我在执政你叮咛什么 我在执政不到一个月你叮咛 你是第一 我2020就要取了 但是我先再让你当一任的 我已经等了那么久了 你来叮咛我 即便蔡总统讲的是 尊尊的这个好意 支持赖总统的领导 支持卓榮泰院长 然后多跟年轻人 跟公民团体对话 蔡总统讲的三个叮咛 哪一句有毛病 没毛病呢 可是为什么柯建民 要去把它删掉 对不对 你看到赖清德跟蔡英文 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你说我们现在来去查 蔡总统的弊案 但是你这个是在追杀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想查弊案的朋友 请大家放弃吧 各位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个QR Code 麻烦您拿起手机 对准扫描下载 之后就可以说 掌握TVBS重点新闻 再等等广告回来之后 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 还有我们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